台湾这几年第一本研究记录行为 教你说好话 入港交商百业行为 一间由六港订功所出版 说社会的保存六港八家的文化 特别委特在地民粟差委专家李一新老师 来记录六港的行业行为 让我们将了解早期的各行各业的发展流程 也将相比文化保存下来 六港人得有的行为 我们一般人真的学不来 现在我们学中所说的家头模、生头模以及收尾 在以前就跟行为叫做雷山、藏山、漏洋 雷山 现在什么叫雷山啊? 雷山就是家头文 哦,雷山就是家头文 这就是我们的行为,对吗? 对,对 那如果雷山完再来呢? 那就是要去藏山 那藏山是什么意思? 我就把藏文洗到清洗 哦,就是生头文的意思就对了 那如果藏山再来呢? 那我们现在藏山完,我们就是要老梁 老梁是收水 哦,就是收在那里 哦,就是在收水 收清洗 收清洗 对,收清洗 六港顶公所推动文化建设六港学 专港邀请在地民主和蔡卫专家李毅昕老师来一拔 放车和记录六港的行业行为 对这个陆港学也是在发觉我们早期 我们这个背高来对这些行业 他们的一些术语 那所以哦,由于李毅昕老师来做一个调查 了解,变成一个书本 要可以说这次李毅昕老师也这样 接近十九个钟这些行业 来做一个了解 它变成了一些书籍 要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六港 说最近一直在去的这个陆港学 能够透过陆港学能够把这个书籍 收集在我们的陆港学专区里面 这也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一环 李毅昕老师用了七八五月的时间 这种六港行业的行业保障记录下来 这样的民主议员 也是保佑六港生涯文化的重要完事 七八五月的时间 整六天 尤其因为高雄都是中山路冠中 说我大队嘛 所以差不多每一间有开店 还是 八高来面资料管理 有的我们都有去做彩虹 所以包括 我们在说的 立正在吃的这些南北河 那像这些中邮行 尼泊行 泊店 还有这些 人家说现在不知道 虎宝贵 有人说干嘛店 那时代是虎宝贵 还有这些店头 包括雪油帆 都会有去到彩虹 六港人在这些行为靠音 说话是不是很处理 这些行为 虽然在现在的时代 很多都没人会想说 不过 透过这一本 教你说行话 六港高雄 保抑行为这本职 相信乡亲看到了 对六港会有更加沉悸了解 这种话 新闻林桂英 六港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好